天主,我们在祢的天内,想念着祢的慈慧。 天主,祢的名号,人家地席,祢亦终于同志大帝。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比喻来描述我们跟天主或许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基督活力的弟兄姐妹们,把耶稣看成是长兄。 有一个姐妹,因为耶稣他大概33岁就过世,永远是33岁,所以称耶稣为弟弟。 在今天的读经义,亚毛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跟天主的关系好像是夫妻的关系。 因为夫妻不忠,因为妻子不忠,天主把他的妻子带到旷野里,在旷野跟他贪心。 所以他们在旷野四十年,这个不是惩罚。 这个是一个好时机,跟天主谈心的时间。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是被惩罚。 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天主有其他的安排,要跟他进一步的接近。 现在让我们忍罪,准备我们的心,参与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摧连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因圣子前辈之下,拯救了现与死亡中的人类。 请使我们因生活的革新而鼓舞。 既然你让我们脱免罪恶的奴役,求你也赐予我们得享永恒的欢乐。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之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阿们。 从此,我仍要将他的葡萄园赐给他,仍将阿科尔山谷作为他的希望之门。 他要上到那里,就如他幼年时,就如他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 上主这样说,他要称呼我为我的丈夫,不再称呼我为我主。 我要永远娶你为妻,以正义、公平、慈爱、怜悯娶你,以忠贞娶你,你就会认识我是上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丁主 我要日日歌颂你,赞美你的圣名,永不停止。 上主伟大,极堪赞扬,他的伟大不可测量。 上主慈悲,宽忍大方。 世事宣扬你的功诚,代代传述你的大能。 称扬你的尊荣,传扬你的话功。 上主慈悲,宽忍大方。 讲述你惊人的威能,赞扬你无限的伟大。 怀念你无比的甘疑,迎有你无上的正义。 上主慈悲,宽忍大方。 上主慈悲,宽忍大方。 缓于发怒,仁爱无量。 上主对待万有,温和良善。 对他所创造的万物,仁爱慈祥。 上主慈悲,宽忍大方。 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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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毁了死亡,并借福音彰显了生命。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共睹圣马斗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正在和门徒说话,有一位会堂长走来跪拜他说, 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请你来把手放在他身上,他必会活过来。 耶稣就起来和门徒跟他去了。 有一个女人,患雪落十二年了,走到耶稣背后,抹了她的衣服的碎子。 因为她心里想,只要我一抹她的衣服,我就会痊愈。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了她,说, 女儿,放心吧,你的心得使你痊愈了,从那时期,那女人就好了。 耶稣进了会堂长家里,看见垂底的人和乱红红的群众,就说, 走开吧,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她,耶稣把群众赶出去以后,就走进去,拿着女孩子的手。 小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那一带。 上主圣言, 大家平安。 有一个朋友,跟这位朋友在谈话的时候,如果他讲话的时候, 我不可以,完完全全的不可以插嘴,插嘴,不可以插话。 如果我说话,打断了他的话题的话,他就会生气。 如果打电话也是一样的,那不只是说会生气,可能会吵架。 吵架了以后,就是这样的,啊,我不要再跟你说话了,因为你打断了我。 常常是会这样的,是说,打断了以后,我说,好了,好了,现在你回到,刚才你讲的是到这里了,你可以再说吧。 但是他说,我不再说了,因为你打断了我的话题。 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聆听我跟你分享这话题。 在今天的福音,一开始,说耶稣跟门徒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们还在谈话,正在谈话的时候,会堂长就进来了,一进来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但是我相信,你一来,把你的手按在他的身上,他就会活过来。 耶稣本来还跟门徒们谈话,可能是很重要的什么话题,在教训他的门徒们,如何跟随他。 但是,因为这个会堂长来了,他表达出,应该看到他女儿死了,应该是他的脸是很痛苦的,很难过的。 除了痛苦难过,可能是流着眼泪,除了这个,还看到他的信德,这么大的信德,这么深的信德,就说,已经死了,刚刚死了,但是你来,你按手,他就会活过来。 那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在其他的福音里面也有,在马尔谷跟路加也有,但是在马尔谷跟路加就说,他的这个会堂长就说,我的女儿生病了,生病了。 在路上的时候,有人,他的家人就派遣人来,告诉他说,女儿已经死了,但是在今天,马尔谷和福音,这个会堂长就来,就说,已经死了,刚刚死了。 好,他们就这样的走,在路上,又有另外一个故事发生的,那就是,欢学洛十二年的一个女生。 那这个女生,她的信德也是,跟这个会堂长也差不多一样的,她就心里想说,我就摸摸她的,她的什么,一岁,我应该会,会痊愈的。 她就摸一下下的就会好了,不需要耶稣把她的手放在她身上,按在她身上,但是她主动的出手,去摸耶稣的衣服。 不是摸耶稣的手,这是衣服而已,也不是衣服,是穗子而已,她就会痊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故事的发生,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大的信仰,多么大的信德。 在马尔谷跟路加福音,也有这个故事也是在他们的福音里,在马尔谷是第七跟第八个奇迹。 第七跟第八个奇迹。 但是呢,在马尔谷跟路加是不一样的,耶稣一发现他有能力走出去,他就问了,问了门徒们,有谁抹我的衣服? 因为我感觉有能力走出去的。 在马尔谷,伯多就回答他说,你看到这么多人,你还问谁碰了你? 这个女生,她一听到这个,她害怕就来到耶稣跟前,很害怕,来到耶稣跟前。 但是今天没有,她一感觉说有能力走出去,转过身就看到这个女人在那里。 女人不需要做什么,她也不需要说她的心很紧张,很害怕,但是耶稣就看着她,就跟她讲。 女儿,你的心得救了你,你痊愈了,你回去吧。 所以,奇迹就发生了。 耶稣继续往前,到会堂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耶稣看到有很多很多人,按照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习惯,就要吹笛子,就是要吹什么? 就是哀歌,哀歌。 那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走开,你们走开,他没有死,他在睡觉,你们为什么这样的乱红红的? 那他就进去,在马尔古跟路加,就说,耶稣进去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三个特别的中途。 波多禄,拉格勃跟肉王,这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他们见证了很多很多耶稣特殊的事件。 比如说,耶稣先圣荣的时候,他也带着这三个,耶稣只好,波多禄岳母也带着这三个。 那耶稣在长远祈祷的时候,也带着这三个。 在马尔,很简单的,耶稣就进去,以后呢,就拉住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他就复活了。 在马尔福音这小女孩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她的名字。 但是在其他的,不是那个小孩子,就是那个会堂长。 在其他的福音,路加跟马尔古,会堂长的名字叫做亚伊洛。 亚伊洛,她是唯一的女孩子。 所以从这里的故事,这两个奇迹,第七、第八,在马尔福音里面的第二段。 第一段是耶稣讲话,第二段是耶稣用奇迹来证实他的摩西亚的身份, 第七、第九、第七、第八个奇迹。 我们所看到的,信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耶稣本来还在谈话,但是一看到他这样的信德,这么大的信德, 他就起来,就去复活死亡的女儿。 这位换血落十二年的,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我们的跟天主的关系,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信德。 我们有痛苦,有死亡,面对死亡,面对痛苦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抓住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信德。 我们相信,可能是我们家人已经死亡的, 他不会现在要站起来,但是我们相信, 他还是活着,他永远是活着跟天主在一起。 现在让我们齐力,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一项奉献给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情,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执意为君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 向爱你。 我们追忆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罚圣母阿弥亚, 提出圣人圣女的阿弥亚, 终身是佛名。 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 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 其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职避,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八分十七恩的安慰者圣神, 倾助于我们, 其一切心有的心多。 求祀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祀我们聪明及刚愿之神。 阿们。 求祀我们朝贱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祀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祢使一切信仰里的人, 捐弃成见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所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向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显扬,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进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祢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祝福音响。 祝福音响。 耶稣我尽爱你 献上我的生命 全心爱你